民眾開車 從新北文山路順向轉進了星光路 前面一輛遊覽車佔據路面 駕駛緊急下車 這輛遊覽車的當風玻璃就貼著台南國小六年級戶外教學 旁然的遊覽車霸主路面 驚訝的不止汽車駕駛 兩輛機車騎士們小心翼翼的鑽旁邊縫隙通過 汽車和遊覽車對峙了幾秒鐘之後 遊覽車駕駛決定倒退路 但尷尬的是 得等後方第二輛逆向遊覽車先退後 這路段左邊車道是通往深坑方向 右邊遊覽車逆向霸注的是通往墓障 而且一連兩台車前後停著 車前標示台南市某國小六年級戶外教學 載著學童的遊覽車竟然逆向違規 讓網友直呼誇張 下方證實兩輛遊覽車是從台南出發 帶著六年級的學童戶外教學 沒有想到違規逆向 除了通報教育局交通局也會追究相關責任 跨越雙旁線的罰單最終一千八百元 還有祭典處分 遊覽車載著學童出遊 駕駛怎麼會逆向違規 遊覽車公司並沒有出面回應 但是同一間公司今年的五月份 在台南市區的街道上面 發生了遊覽車和公車徵道 兩大車互不相讓 直接碰撞嚇壞了其他永路人 遊覽車違規不止罰單 學童安危更讓家長坐立難安 3D新聞王少爺 朱宇榮台南報導